日月聚焦 星座话题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新年快乐 欢迎收看一月份运势 不要忘记帮我们开启订阅小铃铛 一月份虽然是2022年的开始 但是这个月非常适合 盘点重整跟清理的时候 如果你现在打算创业的话 我会建议你在一月份的时候 做市营运的动作 如果你现在在考虑 要不要跟这个人交往 那我觉得你一月份应该从朋友开始做起 互相磨合一下 你就很好奇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这个一月份有三个重要天象 让我给大家这样建议的 第一个 金星逆行 我们知道金星代表的是爱情 人际关系 还有跟金钱有关的事情 事实上金星在12月19号到1月29号 这一段期间都处于逆行的状况 所以逆行就会带来很多事情的怎么样拖延 或者是说犹豫不决 或者是说有可能有新的一些事情插进来 让你开始在思考 我的决定是对的吗 那你想想看 跟人有关跟钱有关的事情是如此 是不是该给自己一点时间呢 同时第二个形象是1月14号到2月4号 水星逆行 没错 一年三度的水逆在今年1月14号开始登场了 那么水逆当然会带来了沟通的一些不顺 或者是说认知的落差 还有可能会有些错误 更重要的是往往会在交通或计划上有延迟的现象 有改期的现象 所以我觉得我们平行接受这个调整的情形 所以也要把一些预期稍微降低一点 第三个天象是在20号开始 太阳会进入水平座 它就会引动土星跟天王星的这个激烈的能量 也就是说差不多在这个20号开始 甚至激烈期是在1月31号到2月5号左右 土天的影响会带给我们就是 年轻一代跟长辈的一代观念可能不同 或是你个人的创建跟公司的计划不同 或者是你的想法跟实际的预算时间不同 所以这些都要磨合的 那我给大家的建议是 如果有重要的事情在1月18号之前没有完成 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它就会拖到2月或2月以后咯 那么来看一下1月份的运势吧 请大家参考上升星座跟太阳星座 基本上1月进入了太阳在摩羯的月份 那么这个时候最好运的族群就是 上升或太阳在土象星座的朋友 是要恭喜金牛 处女以及摩羯座 那么太阳跟上升在土象的朋友1月份 最好的两个运势就是一个是娱乐 或者是享受生活的运势 另外一个就是桃花跟爱情 所以1月份这3个星座应该好好的享受生活 好好的恋爱约会 当然你们也有怀孕生子的机会 那么如果说要什么不一样的话呢 处女座你这个月份就是为情所 不是困喔 为情所活 因为这个月你有很多约会 桃花的事情不断 当然也有可能旧爱新欢的问题 要稍微的小心一点 那摩羯座朋友呢 我会建议你在1月份把握行销自己 或者是行销你的这个个人的计划 还有公司的一些活动 因为你讲的话特别有利 大家都会想要注意你讲什么 然后把它分享出去 那么这个金牛座朋友呢 这个月你是广结善缘 你在团体中啊特别有号召力 而且呢能够呢得到很多人的帮助 透过团体的帮忙 或者是说你带领一个团体啊 来合作成功 更重要的是金牛座有远地异国的恋情的机会 所以是不是今天很棒呢 要恭喜土相的朋友 要记得把握这个机会 再来呢我觉得浴室也不错的 这个第二个族群呢 叫做上升后太阳在水象星座朋友 包括了巨蟹天蝎以及双鱼座 这个族群在这个月呢 我觉得有一种人气跟财气都到位的情形 所以也许有不错的业绩啦年终啦 或者是朋友聚会特别多 而且还发现人脉可以帮助你在投资理财 在事业发展 在工作机会上有很大的成长 那有什么不同呢 如果个别的星座有什么不同呢 巨蟹座朋友呢 这个月呢有一种带有长期性 或者是一对一关系的合作 也就是你很容易有跟很棒的人事物合作的机会 而且他们有可能是外国人 或是背景不同的跨界的合作 那自然而然就有朝向长期或签约的方向发展 记得是发展喔 因为一月有水逆嘛 同时有可能有出版啊 或者是这种进一周的机会 那么天蝎座朋友呢 这个月的贵人是你身边的人 你刚说爸爸妈妈兄弟姐妹 邻居同事同学 大家都会跟你关系非常好热络 而且你有什么需求 你有什么想法 大家都会来帮助你 甚至会给你很好的什么讯息 那么再来呢是双鱼座 双鱼座呢在这个月呢 有一种名利双收的味道 就是你的事业跟爱情两得意特别好 恭喜你囉 再来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月呢 虽然不是主流好运的族群 可是我觉得也有很棒的一个重点 可以考虑的就是 上升或太阳在风向的族群 风向族群呢这个月呢 其实是一个稳扎稳打过生活的族群 不过你一定要好好注意叫做财务 因为你们能赚 但是更能花 好那要注意你怎么样去理财 跟做好新年规划 那在花钱上面来讲呢 双鱼座朋友会建议你要注意一下 你这个月会容易花钱在交通啊 或是交通工具买车啊买机车啊 或者是保险啊 还有一些可能跟医疗有关的事情身上 所以呢这方面的财务是容易有花费出现的 你要先预先规划 那么再来呢是天秤座朋友 天秤座朋友呢一月份呢都是为家 为家人花钱 也就是你忽然想复制房子 或者是你想买年货 你想要包红包 然后呢你要做一些其他的跟家 还有过年有关的事情 容易花费特别多 所以我建议啊 这个天秤座朋友一定呢 要精打细算 看是怎么样揪团啊或什么特会啊 好好把握机会 那么水瓶座朋友呢这一位根本就是乱花钱 想到什么就花什么 因为你可能手上的钱还不错 所以我会建议水瓶座朋友呢 最好啊做一些小的一些计划啊 那这个看一下是不是这些小的计划上面来讲呢 花费太多占你的收入多少 你要做好的是收支平衡 那么当然你就会有一个丰盛的一月 那最后一个是火象族群 包括上升跟太阳在白羊 狮子还有射手座朋友 这个族群呢虽然不是最好的 这个忘运的感觉 可是其实他们实力坚强 在事业上面特别容易在一月份呢 有慢慢扎根布局的现象 而且非常忙碌 不一样的是呢上升或太阳在白羊的朋友呢 这个月其实并不太想放假耶 大家都想过年 你忽然有个想法 你就开始继续准备 所以非常忙碌是因为你想为目标继续往前进 当然水逆精逆会让你需要做一些调整 那再来呢上升或太阳在试做朋友 这个月呢你是想放假的 但是常常会有额外的事情来找你 老板要你帮忙做 或者叫你加班什么之类的 所以要比较能够规划好自己的时间 因为有可能你把时间塞满满的 突然有个事情出来 你就有点措手不及 最后一个是上升或太阳在射手座的朋友 这个月财运非常旺 不但容易赚钱 也适合跟老板谈加薪 还有呢你可能会想要买卖房地产或布置家里哦 所以也是很适合抢钱的时候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一月份的运势 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一月 我们下个月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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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个月再见